这自由反抗军非常有趣 现在我们还摸不太清楚 还底细 不晓得这个 回现清楚不清楚 不过从我这个 非军事专家的判断 它有两种可能 一种其实就是乌克兰游击队 它讲俄语的 因为乌克兰很多人讲俄语 它说它是俄国 俄罗斯自由军团 那你拿它也没办法 那第二种真的是 俄罗斯游击队 那这个可能性 我们绝对不排除 因为当初战争爆发的时候 我们就预测 我们说 一种可能就是 俄国军队内部滑变 然后去暗杀这个普京 因为这个战争对俄国是不利的 所以如果是后者的话 那乐观以对 这是第一点 俄国的下场大概这样子 其实很少我们谈过的问题 大概战争爆发 没有几个月我们就讲过 当时我们判断 俄国战败是个大概率的事情 但现在打到目前 就算你打下去的话 就算打成长期战争的话 对俄国绝对是不利的 但对谁有利呢 对中共有利 因为它会消耗大家的国力 中共觉得说我又可以争取时间 但是不管你是很快打败 还是长期战争 我们有一点可以确定的 俄国的国力一定大幅衰退 政治的经济军事都大幅衰退 然后打仗打到一半 它会变成二流国家 会不会革命我们不知道 但会变成二流国家 瓦格纳集团已经开始警告了 如果打得不好 你们高官不全心全意谈的话 很可能会重演1917年俄国大革命 这个是绝对可能发生的 很多国在战败 战败前后爆发革命 这是我们在政治局上经常谈到的话题 好 那么所以俄国如果在这个走到这一步 或者将来走到这一步的时候 我们看见就是在外部环境上面 整个的走向跟普京当初要发动战争的时候 是完全相反的 大家会看人叫北约东扩 我把它叫做东欧西逃 对不对 很清楚 因为东欧这些国家被俄国欺负了几百年 被侵略了压暴了几百年 现在有机会俄国衰弱 赶快逃出去 逃出去我一个人资深在外是不安全的 所以我一定要找一个保护栓 我的保护栓找来找去就只有北约 所以我必须参加北约 所以北约就算不有意扩张 它是要被动扩张的 最后要逃进来 你要不要收嘛 对不对 就这样 所以如果是出现这个现象 现在这个芬兰已经进去了 下一个就是瑞典 就看这个土耳其什么时候松手 然后比较大概率是 乌克兰会先参加北约 或参加欧盟 它符合北约的条件 它现在跟北约已经联合作战了 几乎是这样的 但它符合欧盟条件可能还差一步 它内部的政治经济各方面条件 社会条件可能还未必符合 欧盟的这个需求 但是参加北约可能是反而比较高 到那一步的时候 下一个进去就是摩尔多瓦 旁边的小国家比较小一点点 然后几个排队的 就在Nedle Women排队等着 乔治亚 亚美尼亚 亚赛拜然 再来是哈萨克 再来波黑共和国 这都是在名单上面的 再来一个是塞尔维亚 最后现在我还想不清楚 就是白俄罗斯会去哪里 这是我想不清楚的 白俄罗斯如果这个 现在这个领导人下台的话 那可能会转变 串出它好像病重了嘛 对 但如果说它还能撑下去的话 那可能还可以拖短时间 这是外围的变化 俄罗斯内部会不会变化 会变化 俄罗斯有24个共和国 现在以前苏联的时候 是15个加盟共和国 但现在俄罗斯本身24个加盟共和国 有大有小 大概如果要分裂的话 第一个出去会是车臣 再来是英古什 达基斯坦 跟达旦共和国 大概这几个是比较 会比较前面 那更多细节可能 胡先生比我清楚得多 所以讲到这样 如果一步步找到这样的话 那俄国的这个动向 大概差不多已经看清楚了 所以无论如何 俄国在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 会变成二流国家 好 那现在你问的问题是 中俄的关系会怎么走 大概是有两大考量 一个是俄国本身要不要继续分裂 一个是俄国本身分裂或者不分裂 我们先说不分裂 就算俄国不分裂的话 它国际地位瓦解 政治影响力下滑 然后各方面这个大幅削弱 军事力量大幅削弱 你现在看到就是 俄国用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打法 跟美国为首的北约 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打法在对打 所以它打得非常吃力 其实这个现象 我们在1991年92年 打伊拉克已经看到过了 因为那是美国第一次这样打 所以当时吓到很多人 当时我在这些前面我也吓到 我说哇 原来是这样打仗的 所以当时我们已经开始设想 下一场战争什么样子 只不过现在美国走得更远 现在俄国没有走到这一步 而且美国现在在想下一代的做法 对 下一代的做法 好 那么俄国走到这一步 它的经济会出现什么现象呢 俄国经济现在基本上是三头马车 它卖天然气跟石油 卖粮食跟卖军火 天然气跟石油它还可以再卖 这个倒不是很大问题 粮食可以再卖 但军火大概不太容易再卖了 为什么呢 它觉得你军火不太管用 你军火不管用 在这边打算它证明你不太能用 对不对 连土耳其的无人机航都比你好用 伊朗无人机也比你好用 没有听错俄国什么无人机多厉害的 所以俄国的这个科技大概不够进步 所以军火不太容易卖 这样它就少了一条腿了 好 那甚至还有三个问题 普京集团是不是继续掌权 不是普京个人呢 普京跟邵伊古跟这个什么 Memadiv他这个前总统 这一圈人就支持这场战争这一圈人 你们是不是还能够在位 那你们在位不在位那还是有点差别的 好 那么再来就是 如果你们不在位或这边不在位的话 那俄国发动政变或发动什么 俄罗斯会不会民主化 这是一个很认真的问题 俄罗斯会不会民主化 再来俄罗斯民主化之后 势必定亲西方 会不会出现亲西方的政策还是 虽然民主化之后 但跟西方的还是弱吉弱吉 甚至有点点对抗 不是说民主国家不对抗 民主国家也会对抗 那么这是俄罗斯不瓦解的情况 那俄罗斯如果瓦解了 这十几个加盟共和国 二几个加盟共和国分了几个出去 以上的六点全部适用不说 他只要分裂出几个比较重要的 这些共和国的话 他更难抵抗中共的压力 那么也就是说 他变成中共附庸的可能性是越来越大 这点当然经济学人很早就看到了 他变成经济附庸 现在不只是经济附庸 现在我们问的是 政治上会不会变附庸 好 但是还有一点 俄罗斯不管变不变中共的附庸 但俄罗斯进一步弱化之后 国际上少了一个支撑中共的强大的力量 所以中共再次落单 当中共落单之后 欧美各国这时候可以捲起袖子 好好想说 那我怎么对付中共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个国际的走向 大概是这样子 也就是这场战争现在打下去 只要不要拖得过久 不要过度地消耗美欧的这个实力的话 大概走向是这个样子的 根本就会把女后面打下去 就会把女后面打下去